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百年真相》 近兩年 隨著中共火箭軍大案爆發 火箭軍高層被一國端 前後兩任中央軍委委員、國務委員、 国防部长魏凤和李尚福落马 以及其他高级将领被查被失踪 中共军工系统一批高官也被查被失踪 今天我们就根据媒体公开报道 对中共军工系统高官被查被失踪的情况 做一个盘点 2024年8月30日中纪委官网通报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原董事长谭瑞松 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 谭瑞松是2024年被查的第40个中管干部 所谓中管干部就是中共中央组织部管理的干部 谭瑞松曾任哈尔滨航空工业集团董事长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总经理 2018年5月被任命为中国航空工业集团董事长 属于副审部级官员 2023年3月退休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是中央管理的 国有特大型军工企业 下辖100多家成员单位 25家上市公司 员工40多万 比美国波音公司和欧洲空客公司的员工总和还要多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数据显示 截至2022年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是全球第六大国防承包商 2023年9月 前大陆媒体人赵建兰在海外爆料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原董事长谭瑞松 据传已被中纪委带走调查 如今谣言再次成为遥遥领先的预言 2023年12月27日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董事长吴燕生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董事长刘时全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副总经理王长青 被撤销全国政协委员 这三人任14届全国政协委员才9个多月 为什么被撤职了 没有给出任何理由 2024年3月15日 陈民波出任中国航天科技集团董事长 表明吴燕生已不再任这一职务了 但是中共并没有宣布吴燕生被免职或被撤职 或被开除公职 吴燕生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2023年8月27日 至今1亿年多 他一直处于被失踪状态 2024年4月30日 陈福波被任命为中国兵器集团董事长 这意味着刘时全不再是董事长了 同样中共也没发布刘时全被免职或被撤职 或者开除公职的消息 刘时全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去年8月23日 至今1年多 也一直处于被失踪状态 王长青2023年6月19日 才被任命为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副总经理 但现在 航天科工集团官网企业领导栏 也没有他的名字 王长青最后一次公开露面 是去年8月31日 一直处于被失踪状态 也一眼多了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 都是中共特大型国有军工企业 从事火箭 卫星 载人飞船 导弹 无人机等的研究 设计 生产 试验和发射 2024年4月12日 陈锡明被任命为中国航天科工集团董事长 但中共没有发布原集团董事长 原杰被免职的消息 原杰最后一次公开露面 是去年9月2至3日 至今一直处于被失踪状态 但原杰 仍是二十届中央候补委员 仍是候补委员 并不能说明原杰是安全的 2023年 国防部长李尚福被失踪后 仍是中央委员 后来的事实证明 他被失踪 实际上是因严重违纪违法被查 2014年4月12日 张玉京被任命为 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总经理 中共也没有发布原集团总经理 陈国英被免职的消息 陈国英最后一次公开露面 是去年7月25日 至今已被失踪一年多 原杰 陈国英与被撤销全国政协委员职务的王长青 在航天科工集团有交集 王长青既是原杰的老部下 也是陈国英的老部下 阿里亚4年4月3日 中纪委官网通报 兵器工业集团装备保障部 原部长李肇志 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 李肇志曾任近西机械厂物资供应处处长 近西机器工业集团物资供销公司经理 近西机器工业集团副总经理 北京北方红旗机电公司董事长等 2024年4月7日 中纪委官网通报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副总经理何文忠 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 何文忠 2023年5月才提拔为中国电科集团副总经理 任职不到一年就被查 中国电科是中央直接管理的国有重要骨干企业 被称为中共军工电子主力军 网线事业国家队 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除上述被查或被失踪的军工系统高官外 军工系统被查的官员还有 中和集团中和陕西又浓缩公司原董事长钟鸿亮 中和集团中和环保公司原董事长吴秀江 曾在中共航天系统工作长达30多年 后任中共南方电网公司纪检监察组组长的农飞 中共兵器工业集团 长春设备工艺研究所 原党委书记张建武 航空工业集团原总经济师姚江涛等 那么如何看待这些军工企业高官被查或被失踪呢 前中共政治局常委 中纪委书记魏剑行的撰稿人王友群博士 给出了5点分析 第一点是军工系统高官出事 可能与火箭军案有关 据中共党媒报道 火箭军第一 二 三任司令员魏凤和 周亚宁 李玉超全部出事后 他们手下 包括即任副司令 参谋长 装备部长等 也都出事了 火箭军窝案发生不久 装备发展部案又出来了 为首的是装备发展部原部长李尚福 之后又陆续带出空军 海军 陆军 战略支援部队的一些高级将领 随着火箭军窝案 装备发展部案 以及海陆空军 战略支持部队问题的暴露 军工系统一批高官或被失踪或被查 可能与军方采购腐败有关 第二点分析指出 案件曝露出 中共确实有虚假作战能力问题 2024年3月5日 中央军委副主席何伟东 在出席军方代表团讨论时 发表了关于打击军队虚假作战能力的言论 什么是虚假作战能力 其中就包括装备发展部官员 向军工企业采购武器装备 供给火箭军 海陆空军 战略支援部队的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 2023年7月26日 装备发展部专门发出 征集2017年10月以来 装备采购招标评审活动中 专家违规违纪问题线索的通知 这表明 军队装备采购中存在重大腐败问题 火箭军 装备发展部一批高级将领落马 原空军司令丁来航 原南部战区副司令员局新春 原中部战区副司令员李志忠等 纷纷落马 也印证了上述重大腐败问题客观存在 2024年初 美国情报评估报告 列举了几个中共军队腐败的例子 包括导弹中装填的燃料是水 中国西部大片导弹发射型的井盖 无法发射导弹等 也间接印证了中共的虚假作战能力 中共对涉案高级将领 及军工企业高官 以被失踪方式暗箱处理 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为掩盖中共军队 外强中干的真相 第三点分析说 暗箱处理掩盖中共励志腐败 上述出事高官都是经中组部考察 过中共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之后 获得任命的 以原中国兵器集团董事长刘时泉为例 他2022年5月出任中国兵器工业集团董事长 是今习近平最信任的中组部长陈希负责考察的 陈希考察结论是 刘时泉坚决绝维护习近平总书记核心地位 具有共产主义原大理想 亲政连接 这个考察报告提交中共政治局讨论后 得到包括习近平在内多数政治局委员赞成 刘时泉被提拔重用 如今刘时泉的政协委员 兵器集团董事长职务全面 怎么向全党全国人民交代 怎么向国际社会交代 没法交代怎么办 中共只能靠懵 刘时泉被撤销政协委员 不再担任兵器集团董事长 都不给原因 他被审查了吗 开除党籍公职没有 要逮捕起诉审判他吗 一概不对外说明 让法律上有知情权的中国人民 全都蒙在鼓里 网友群博士的第四点分析是 这些答案表明 中共的腐败之癌已无药可治 江泽民当政时 以贪腐治国 把中共变成世界最腐败的党 习近平上台12年 搞得反腐打虎 是选择性反腐 真正的大老虎 老老虎老虎王 一个也没动 结果是越反越腐 上述被查被失踪军工系统高官 都是顶尖的中共技术官僚 第五点 网友群博士认为 这些大案对军工系高官的噤声 可能有较大负面影响 习上台12年 选人用人主要局限在 他曾经工作 学习生活过的一些地方 如浙江 福建 上海 中央党校 清华大学 陕西老家等 再一个就是军工系 二十届中共政治局中 有三人出身军工系 分别是新疆党委书记 马宇瑞 重庆市委书记袁家军 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 另外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张庆伟 工信部部长金庄龙 山西省委书记唐登杰等 也有军工背景 习疑心本来就重 军工系这一批高官 相继出世 更增添了他的疑虑 如今 被失踪 成了中共高级将领 军工系统高官 甚至包括中共最年轻的 党和国家领导人秦刚等 都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这是地地道道的黑箱政治 作用列于反作用力成正比 被失踪高官越多 中共越不安全 最终 中共可能亡于 这种黑箱政治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